大家好 我们这次第五次的一个会议 一个课程 是第五次的题目 那就是这边呢 教宗凡基格 他的同语 他的同语是福音的喜乐 这里面讲的非常多 关于怎么样去传教 福传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用很多他的话 他说福音的喜乐 充满那些遇到耶稣的人的心 和他们的生活 所以充满的一种喜乐 他这个同语是他的名字 那这个喜乐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一个人 他的生活中可能是无聊 可能是挫折 可能是不知道做什么 或者真的遇到耶稣 看到一个下了非常丰富的生命 所以他接受他的 以后他就改变他的生活 以后带给他很大的喜乐 所以接受他的救恩 就是说一种新的生活的看法 一种视野 他不是想过去 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有个新的视野 就是代表一种救恩 一种救恩的礼物 他们就脱离了罪恶 痛苦 内在的恐虚和孤独感 跟耶稣一起的喜乐 时常重新诞生在人的心中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 跟耶稣的真正的接触 不是说外面的认识他 可是真的体会到他的丰富的生命 以后被吸引 以后被接受 这个教宗的痊愈 要鼓励基督信徒 以喜乐的心 从事传福音的工作 并教会组出未来的一些新的阶段 这个都是教宗的目标 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 充满消费主义的世界 最大的危险 是一种由于自慢和贪婪 产生的那个孤独和痛苦 狂热的追求 情迫的娱乐 是一种手段的良心 所以他们都用手机 不断的新的消息 不断的新的接触 可是都是表面的 不会是 从那个满足人的心 每一次我们的内在生活 充满自己的利益和关注 为别人 为穷人 就没有地方 所以现在的人 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自己的利益 是对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满足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地方 想到穷人 和别人 天主的声音 就也 就再也没有听到 他爱的温和 和温和喜乐 不再体会到 并且醒上的欲望 也消失了 所以这个是本来 跟天主有关系的人 听到他的温和喜乐 现在就不见了 因为他充满了 以自我为中心 表面的喜乐 一直改变 教宗说 我要请世界各地的 所有基督徒 在此刻 与耶稣基督 重新相遇 所以过去 咱们认识耶稣基督 可能也跟他见面过 可是说 慢慢的就已经 淡泊了一种关系 所以重新相遇 至少以开放的态度 让他与你们相遇 我也 请求你们 所有的人 坚持 每天这样 那样去做 每天想 找他 找耶稣 愿意跟他接触 任何人都不应认为 这个邀请不是给他的 因为 没有人是和 主带来的喜乐隔绝的 所以耶稣就是 对所有的人 他愿意接触 他愿意帮助 他愿意救 给他救恩 所以没有一个人 是例外的 无论你做多少坏事 或是什么样子的 还是都是要 被他所邀请的 上主不会 让 期待这个邀请的人 失望 每当我们 向耶稣走进一步 我们就 意识到 他一定在哪里 展开双臂 等待着我们 现在是我们对耶稣这样说的一个时刻 主 我让我自己受了欺骗 我曾以千百种方式躲避着你的爱 但我又一次在这里更新我有你的盟约 我需要你再一次拯救我吧 主令我再一次进入你救赎的怀抱中 就是进入耶稣非常丰富的一种生活 这是充满的爱 充满的目标 充满的快乐 我们希望分享这种新的生命 它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但又从事让我们重获喜乐的那个柔情 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 重新开始 让我们不要逃离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们人生中有所谓失望 就没有看到一个出路 可是我们说看耶稣的复活 所以永远只有出路 永远只有希望 不管发生什么事 永不放弃 希望没有什么比他的生命更能激励我们 吹破我们的前行 教终在这个痊愈里的梦想是 教会要用两个肺呼吸 呼传与正义 面对私人的精神和物质的贫穷 而不是把教会的使命分开 一方面教会的信仰生活 教会的礼仪 团体 领袖等 另一方面 面对关怀人类社会的慈善和诚意的行动 所以这个是一点事情 两面一体的 所以这个是面对世界的那个精神的 还有物质的贫穷 都是我们一样的一个态度 都是要关心 都是想办法做一点事情 在就业中 每次人体会到天主的具体的救恩 就充满喜乐 救恩尝了非常多的喜乐 那那个喜乐从哪里来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被救出来的 本来可能是有敌人的军队 来了以后就好像没有希望 突然发生什么事 以后他们就被救出来 就非常的高兴 诸天要欢乐 大地要踊跃 山林要欢呼高唱 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百姓 连续了他的受苦子 在科技资讯的那个时代 我们有很多的娱乐的机会 但时常不会感觉到真正的喜乐 教宗本读十六世说 做基督徒不是一种道德的选择 或是一个高尚的理念 而是有一天赤或是一味的相遇 有一味的一个相遇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事业 和新的生命方向 所以这个新的事业 新的生命方向 这个很多现代的人所需要的 他们一直追求这个追求 那一个是最后没有办法 一种满意的结果 所以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新的事业 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 以后这个是 耶稣基督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就打开我们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心态 让我们进入天主的 无限爱的境界 福音工作的生习和慰藉的喜乐 他就讲这个内容 那个福串工作 就是带给很多的一种喜乐 我们在与天主相遇中所体会的喜乐 我们一定愿意分享给别人 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跟耶稣接触 我们有一个新的事业 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目标 以后这个是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期待和喜乐 所以这个感情 我们一定要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 因为他们都好像是朋友一样的问题 经过奉献我们的一切 我们自己的生命才会成长 和我们的喜乐 会达到圆满 所以我们做一点事情 做一点好事情 帮助别人 我们才自己一方面成长 一方面有快乐 我们只有照顾自己 不会很满意我们自己的 那奉献自己为别人 这就是福川 福川 福川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 所以奉献自己为别人 就是为别人有贡献 为别人有关怀 这个是福川的基本的内容 可是每次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很高兴 我有贡献 我有用 我有帮助别人 别人很高兴 所以这个是我们福川的基本的一个态度 福川要求很慷慨的一个精神 慷慨的分享跟别人 不会封闭在自己 自己享受自己 要是跟别人分享 会注意到别人 关怀陪伴他们 福川也永远是新鲜的 因为是天主令人欣喜的工程 看天主进入一个人的心中 说他喜乐 我们看一个别人 觉得跟耶稣的关系 或者就是变得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很高兴 那个人可以说已经看到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福川 所以要求的是出去 你听到神 你自己永远不会喜乐 不会满意 应该出去跟别人接触 以后看能不能怎么陪伴 帮助 照顾 那这样的话 才带给我们喜乐 所以耶稣就说 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学习 他跟他一起出去 所以他派我们出去 福音在各地的地方 带来喜乐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回来的时候 耶稣非常感谢天父 他们说 我们看到魔鬼 从天空掉下来 就是邪恶的力量 就好像不见了 所以他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结果 但不要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永远到别的地方 要像耶稣那样 我们到别的村庄 也去宣传福音 所以这个喜乐 我们分享有更多的人 不是有一两个朋友而已 应该是不断的 找别人分享给他们 一样的一种喜乐 福音是一个预测 也是不可预测的 种子自动的发芽 所以我们出去 可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可是我们慷慨的分享给别人 一定会看到一个 一个新的世界发生 跟耶稣一起走出去 与他团结和福传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跟耶稣 有的时候希望跟他 在摆上底啊 摩想我跟耶稣的关系很密切 很欣赏 可是耶稣是谁 耶稣就是一个福传者 所以我们跟耶稣很密切的关系 他一定带我们出去福传 是分不开的 不然的话 耶稣变得不一样 耶稣就是一个出去的 一个福传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跟他团结 跟他接触 他带我们出去福传 福传门徒的团体 要踏出第一步 所以福传门徒的团体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社 那个唐区 他们要做什么 去参与和扶持 接触果子和欣喜 参与什么 就是说他们参与 就是说参与别人 尤其是痛苦人的生命 分享 鼓励 陪伴 所以一点点不是说 做很大的事情 就是要参与 不要不管他了 不是跟我没有事 就是愿意关心 以后这样参与 作为人的生活 以后有人说 看能做什么 不一定能做非常多 可是这种关怀 这种陪伴 对别人一定是很大的鼓励 要扶持 就是说支持他们 就是带我陪伴 带我一个微笑 带我一个小小的帮忙 就这样的扶持 当然别人就觉得很高兴 接触果子 就是说很欣喜 我们这样做 就是接一些果子 所以外面的人 可以用的 有帮助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欣喜 爱我们的主 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勇敢的往前走 所以耶稣就已经开始 做这样的一种工作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以后现在也是 愿意带我们这样出去 去找什么呢 去找离开教会者 本来认识耶稣 后来就慢慢的 弹掉了以后 就离开了他 我们再一次找他 再一次重新跟耶稣 这个接触 可是犹豫不定着 有的社会里面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带给他们 也就是说带来的希望 和目标 或是欢迎被一起的 现在社会里面也不少人 就是被放这一边 他们没有人重视 所以那些人 我们一定要去找 陪伴他们 不一定马上要叫他神教 可以说就是 带给他一种力量 所以他感觉到被 被关心 以后这个就是 第一步的传教的工作 我们要永远 表示仁慈 因为自己也受过 天父的仁慈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看到那些 被一起的人 我们就一种 仁慈的态度 一种微笑 一种关怀 陪伴他们 这个是 我们可以说 付传最基本的内容 以后那些人感觉到 我们有这样的陪伴他们 可能有的他们觉得 我也要这样做 他们可能要信教 有的他没有这个感觉 以后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发出这种仁慈 这种爱 使更多的人生活更好 也说自己也是 捐入这个座位的社会 比方说他 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吃饭以前 他就跪下 拿一个毛巾 去洗手 洗他们的脚 因为他们的脚很累 走的很多路 以后就是很脏 所以他就是愿意为他们服务 真的是归下为服务 像一个仆人一样 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看的 虽然他是主子 可以说 他是天就子 可是他还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更是要 这样子为别人服务 也是收拢脏 我们帮助别人 有时候不容易 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麻烦的事情 以后我们说算了吧 可是应该是进入情况 能收拢脏 没有关系 你都能够帮助人之后 喜不乐心的门徒们的脚 这是耶稣那个时候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为 为穷人 为困难的人 为麻烦的人 我们要接近他们 以后就是 看能不能鼓励 可以陪伴支持 所以你们这样 耶稣说你们这样做 是有福的 我们也是跟随耶稣 倦入周围人的生活 尤其是东国人的生活当中 一个福川的团体 就是一个唐区 应该一言一行 倦入人们的这种生活中 社区里面 应该是关心这个社区 拉近了人之间的距离 不怕丢脸 拥抱脆弱的生命 触摸在别人身上 受苦的耶稣 所以这个是唐区 最基本的一个态度 对周围的社区 捐入他 以后 那么希望他们彼此相爱 拉近人之间的关系 以后 看怎么样帮助人 支持人 鼓励人 所以这个是 我们唐区的第一个 传教的行动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把天主的爱 这样的活出来 给别人分享 福川者就染上羊的臭味 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 可能是有 不知道怎么办啊 或者就是钱的问题啊 或者作为冲突人的问题啊 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有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种痛苦 不是那么好像是一个办公社 绝对的事情 就是碰到人的各样的仇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 耶稣就是这样 也是这样做 也愿意听 养子的麻烦的困难的声音啊 所以不要怕他们的困难 就是听 帮忙 陪伴 以后 这个是我们 基本的 第一个福川的态度 一个福川的团体 跟人民站在一起 无论多困难 或是多久 所以一个福川的 门徒的团体 都是一个唐区 他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需要耐心的等待着 和拥有舍徒的期待 所以陪伴他们 鼓励他们 他们新教不新教 就是慢慢来啊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 我们把我们的爱 关怀表达出来 跟他们站在一起 福川大部分是一种耐心 而没有时间的 限制的奴隶 忠于主的恩赐 就是 会结很多的果实 一个福川的团体 最关心的就是果子 因为主愿意我们结果实 就是他关心的麦子 但对杂草 柚子 有耐心 所以结果 知道是果子 一万叫别人高兴 陪伴他们 鼓励他们 另一方面更高兴的 有人愿意参加我们的团体 接受耶稣的福音 可是有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 我们也不会放弃他 我们不会排除他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 开放的心 就是对周围的社会 有一个基本的态度 福川者想办法插圣眼的根 在特别的情况 等他结新生命的果实 无论都蕊弱 所以我们也是跟周围社会 提供一些好的意见 鼓励他们 给他们一个插圣眼 就是说一种鼓励的话 一种看正义的话 或是一种怜悯的话 就是放进去 以后他们不一定马上接受 可是我们不断地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看到 等待的 有没有果实出来 所以我们要相信 一定有可有此结果 为此福川者愿意付出一切 连他的生命甚至殉道 所以这个很少也会有 可是说为了帮助别人 为了关心他们 为了爱他们 他们应该是说 这个是无限制的一个付出 这也不是为了有人要抵对 而是为了生严的解放 和更新 显示出来在人间 所以我们跟人的这种 关怀的一种付出 这个我们不是要做对 我是让他们完全改变 我们就是陪伴他们 以后希望他们体会到 我们所体会到的 也是这种新的生命的方式 这种结束一种很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愿意 使他们了解 最后 福川的那个团体 充满的喜乐 他知道什么信息 所以因为我们有个好的讯息 我们有很好的东西给别人 给别人 我们就是充满的希望 就是把它带出去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福川 这个内容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高兴的 把它分享 每一个小的生例或是进步 大家都高兴的来庆祝 在每天的礼仪当中 庆祝福川的成果 无论多寡 我们就是在礼仪当中 弥撒中 一直不断的感谢天主 看到一些小小的结果 我们觉得很高兴 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点进步 在庆祝 也是下一步的力量和动机 是自我付出的全愿 所以我们那个小小的庆祝 就是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带给我们一个 下一次的工作的一个动机 我们看了一个小的结果 我们知道有希望 可以做 继续做 我对教会有一个福川等有限的选择的梦 就是教主说我要对教会有这样一个梦 以后就是说福川是有限的选择 一切都是为了福川 就是一个福川动力和转化教会的一切 为了使教会的一切习惯做法 时间表 然后语言和组织都能转化 为引导世界的福川 而不是为了教会自我保存 所以这个使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封闭 为了保存自己 有个不动 他说不行 一定要完全改变 转化一个变成一个往外福川的一个教会团体 希望牧林工作更有福川的精神 几例牧林工作者 外出可为那些有基督召唤的人更开放 教会的所有更新应该以福川为目的 不让抑郁成为教会内向化 所以教会的更新不断的要更新 可是他的目标都是为了福川这个方向 唐区不是过失的组织 他很有弹性 要靠本唐神父和教友团体的开放 和福川的创意 这样他能够继续做 其儿女家庭当中的活的教会 这就假设 他真实的跟家庭和人的生活有关系 而不是一个跟人隔离的自我为中心的小团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唐区有一点这个样子 就不要改变 一定想外去关怀 唐区呈现教会在当地的林战 所以唐区就是整个教会在一个地区的林战 一个可以听声言 这个教会可以听声言 信仰成长 对话爱的工作 就是说 炒饭和庆祝的环境 这个是教会的目标 所以一个唐区在一个地方都是有这样的使命 在所有的活动中 他鼓励其成员和训练他们成为福传者 唐区是一个包括多种团体的团体 在里头教友可以在旅途中恢复力量 困难社会里面各样的问题 他参加一个小团体和彼此孤立 同时那团体应该是一种一直不断地绳守福传的中心 所以所有的那些唐区里面的上会 应该是常常绳守做一个福传的中心 这个是所有团体的目标 知道现在教会还不够靠近人民 他还没有成为活的共荣和参与的团体 他还没有达到成为完全福传式的机构 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 还是不够成为一个活的共荣与参与的团体 在一个社区里面应该是做一个社区的中心 欢迎所有的人不一定是他们的新教 就是说关心所有社会的整个人民 这个是唐区的目标 而不是说封闭自己 其他教会的组织 像集成信仰团体 小新团体 各种运动和神徒的协会 都是会丰富教会的生命 因为他们是由圣神所启发 为了能够在一个 在不一样的社会范围让福传 他们跟本堂要保持密切的关系 和参与地方教会的整体 和参与地方教会的整体目标计划 而不要变成单独的 只管部分教会的团体 而且断了他们在教会中的根源 地方教会是首要的一个福传者 所以这个地方教会本上的一个团体 是首要的福传者 因为他具体的在哪地方呈现 唯一教会的人在 他是将生的教会 他备有基督所持的一切 为当地救问的工具 所有的圣师 所有的跟耶稣基督解脱的一切 都是在唐区里面可以找到 他需要出去到当地的边界 和到新的社会群体 不要封闭自己 我鼓励每一个地方教会 有决心去开始 一个辨别进化和革新的 反省的过程 为的是福传的动力 在那个集中 再度狂发和发生 福传式的那个母领工作者 不能说我们本来一直就这样做 我请所有的人勇敢的和 诚意的在想福传的目标 福传的组织 福传的作风方法 但先要适当的公众研究 达到目的的方式 不然是突然无益处 重要的是不要单独走路 而是要互相依靠 和像如同兄弟姐妹 而且在主教的领导下 要做明智的和实际的辨别 把一些工作从福传的角度去看 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传播我们的讯息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所传的不是福音的中心 而是一些二等的东西 它们可能也重要 但不是表达基督的核心讯息 福传式的母领工作 不是传很多的零碎的道理 福音讯息 应该集中在最基本的 最美丽的 最伟大的 最吸引人的 而同时最必要的 就是同时就变得更简单 更有利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所代表达的天主拯救人的爱 所以跟耶稣接触 看他的新的生命方式 看他的那个充满热忱 充满的实际的一个工作方式 我们就受他的影响 以后就是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讯息 一直不断的 把耶稣这个伟大的人生 告诉大家 以后被他所吸引 反而解释 中公教会 教育内存有一个真理的层次 即所谓等级 因为这些真理与基督信仰的基础 有其普通的观点 对所有的心条 以及所有的教育 包括伦理在内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教会有非常大的道理 非常大的教条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不断的提到他那个人 他的做法 他的爱 他的伟大 以后这个是我们核心的讯息 教会 教会自己 教会自己也是 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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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分享我们的信仰 分享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这个是唐绝里面 不断的要做 福传信仰 就是一个一辈子 一个过程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发现新的一面 所以这个是不能停下来 不断的需要福传的寻讨 圣经学家和神学家的任务是 所教会的看法正确 别的学科也在一方面需要补充 所有的别的社会学 心理学 都是要帮助我们 跟周围人的关系 不一样的想法 社会里面 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个团体 所以在我们堂居里面 可能也不一样的想法 可是但是没有关系 只有他们对圣神开放 因为开放的心 不要封闭自己 开放自己 听别人 看圣经 以后就是用开放的心 也能够帮助教会的成长 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更清楚地表达圣言的丰富内涵 这种多样能 多样能帮助我们 发展圣言别的一个方面 不要希望有一个完全同意的 有十般的教会 整个教会要向前迈进 但要先向谁走过去呢? 不是我们的富有的灵敦朋友 而按照福音的典范 要去穷人 病人被侵蚀着 被遗弃的那里 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报答你们的 就是圣经讲的 穷人是优先接受福音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会忘记 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接触的人 我们先去那边 可是我们应该先去 有困难的人 有问题的人 关心他们 福音的第一步就是爱 就是关怀 第二步才是让他们信教 给他们白白的传福音 是天国的表示 在福音和穷人之间 是不可隔断的联系 永远不能一起穷人 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 往前走过去 我们宁愿 我宁愿有一个 因为在街头上出去 有伤痕 受伤痛 而肮脏的教会 不要一个不健康的教会 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安全 而封闭自己 所以留在教堂里面 不出去 当然就是最安全的 他说宁愿出去 又碰到问题 困难 以后又挫折 或是都可以 只有你有这个活力 这个关心周围的活力 这个是最基本的 而不是说一个漂亮的教堂 一个很整齐的一个团队 要是这种出去作战 我不要一个 一个专注自己的权力 而因此被自己的做法所困扰的教会 比如说我们的是权力 怕自己权力 不愿意放弃 但也不行 所以我最关心的是 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中得不到 从耶稣的友谊来的力量 光明和安慰 也缺乏一个支持他们信仰团体 所以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最关心的 所以看周围的人 有没有意识到 碰到耶稣的友谊 这个是我们有最关心的事情 比害怕我们走错了路 我更希望我们要害怕封闭自己 在我们的组织结构里头 因为他们带给我们一个不正确的一种安全感 封闭在我们的规矩里 因为他们是我们变成很严厉的一个判断者 封闭在我们的习惯里 是我们觉得安全 所以有的信徒就觉得 我们什么都知道 我们什么都对 以后我们才是好的 他不愿意出去 他不愿意放弃 同时在这样生活的团体里面 同时在门外有人饿死了 也是不断的告诉我们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注意到周围的人 谁所需要的 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困难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样的话不能是封闭自己 或是关门或不管的 谢谢大家 下一次见